2014年,美国佛特蒙州一位名叫里德的门卫去世,享年92岁,这一消息很快登上了全世界的新闻头条。 原因是,人们在处理他的身后事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位来自乡下的普通门卫净资产竟然高达800万美元。 在遗嘱中,他将200万美元留给了自己的继子女,而把剩下的600多万捐献给了当地的医院和图书馆。 人们都很好奇,他究竟是如何得到这么大一笔钱的?不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就在里德逝世前的几个月,一个名叫理查德的人也登上了新闻头条。 理查德拥有理德没有的一切,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经在美林集团做高管,在金融界的成功,让他在40多岁时就选择了退休,然后成为一名慈善家。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却出乎预料。 理查德大量举债来扩建他那占地近1700平方米的豪宅。 这座住宅共有11个卫生间,两部电梯,两个游泳池和7个车库。 每个月仅维护费用就高达9万美元。 然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了,理查德的金融资产瞬间化为尘埃,他的豪宅也被低价拍卖,高额的债务和难以变现的金融资产最终让他身败名裂。 一个是普通门卫,另一个是金融精英,为什么他们在财务上的命运会如此截然不同呢? 可以说,理查德的失败来自于他贪婪的内心,而理得积累的财富并没有什么秘密。 他没有中乐透,也没有继承大笔遗产。 他做的仅仅只是省吃俭用,然后把钱投资在技优股上,并耐心等待几十年,就这样将微薄的存款滚到超过800万美元。 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作者摩根豪瑟告诉我们,决定这两人迥然命运的不是他们的学历,不是他们的智商,而是他们对待金钱的心态和行为习惯。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金钱观,我们出生在不同世代,生长于不同的家庭,父母收入不同,社会环境不同,运气好坏也不同,因此我们对金钱的认知和心态也是完全不同的。 以股市和通货膨胀为例,如果你在1970年出生,在你十几岁至二十几岁这十多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飙涨了近十倍。 这是很惊人的报酬率。 但是,如果你在1950年出生,在你十几岁至二十几岁这十多年间,股市几乎在原地踏步。 因此,出生于不同时期的两组人在各自的一生当中,便会对股市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个人在成长时期,对股市和通货膨胀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投资和财务决策的态度和行为。 作者说,你对金钱的个人经验可能只有0.00000001符合实际,但它构成了你对世界运作方式的主观判断的80%。 它在书中告诉我们,关于金钱存在着一些基本的规律。 首先,我们来看看股神的故事。 毫无疑问,巴菲特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投资者之一。 但令人震惊的是,在巴菲特845亿美元的净资产中,有815亿美元是他在65岁之后赚取的。 作者解释道,很少有人关注到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巴菲特拥有如此巨额的财富,并不只是因为他是一个优秀的投资家,更是因为他的投资生涯从他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了。 巴菲特10岁就开始了投资,因此他能够很好地利用富利的力量。 什么是富利呢? 假设你投资1000美元,投资回报率为10%,第一年你会赚到100美元。 第二年,你把本金加利息共1100美元继续投资,这样你就能赚到110美元。 每年你继续这样的操作,赚到的钱就会越来越多。 这种让钱不断生钱的方式就是富利。 这就像滚雪球一样,时间越长,雪球越大,财富也就越来越多。 巴菲特的投资从10岁开始到30岁时,他就已经有了100万美元的身家。 假如他像大多数20多岁的年轻人,把早期的大量收入用于旅游和购买几辆好车, 那么到了30岁时,他也许就只有两三万美元的存款。 如果他用这笔钱开始投资,到60岁退休的时候就不投了,他会有多少钱呢? 1000多万美元,只有他现在身家的0.1%。 巴菲特的确有高超的投资技巧,但是他成功的秘诀却是时间。 我们换一种方式来看,巴菲特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投资者,但他实际上并不是最伟大的,至少从回报率的角度来看不是。 例如,吉姆·西蒙斯,自1988年以来,他的年平均回报率高达66%,而巴菲特的年平均回报率约为22%,只有西蒙斯的三分之一。 然而,西蒙斯的身家却只有210亿美元,仅为巴菲特的四分之一左右。 这是为什么呢?书中说,原因在于西蒙斯直到50岁才找准自己的投资方向,所以他投资的时间还不到巴菲特的一半。 如果西蒙斯也像巴菲特一样投资了70年之久,那么以66%的年回报率计算,他今天的财富将是一串天文数字,6390078178074816000美元。 无论复利计算的结果,看起来多么违反直觉,都不应该被忽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违反直觉的现象——尾事件。 大家都知道,迪士尼动画帝国在商业上的惊人成功,却很少有人知道迪士尼建立的第一个工作室是以破产而告终的。 二次创业之后,迪士尼又制作了400多部影片,深受许多观众喜爱,只是他们大多数都赔钱。 直到《白雪公主》的出现才改变了一切。 这部动画片在1938年前6个月就赚近800万美元,比这间公司过去赚到的钱还多一个零。 虽然这之前,迪士尼已经制作了时长累计达几百个小时的电影,但是从商业的角度来看, 这部只有83分钟的《白雪公主》才是他后来成功的关键。 这种发生率可能只有1%,但影响力巨大的少数事件就叫做迪士尼。 巴菲特曾经在股东大会上表示,自己一生中持有过400到500只股票,而收益大部分来自其中的十只。 连股神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看走眼,何况是普通人呢? 很多成功的大公司也是这样的,业绩主要靠少数的明星产品,其他的赚不到钱或者赔也没事。 这些案例告诉我们,在投资和人生中的很多别的领域,我们不需要把每件事情都做对,只需要少数成功就足够了。 投资理财的时候,就算大部分投资都不如预期,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们只要有几笔出色的投资,让整体看起来是正数就可以了。 违士剑的力量告诉我们,就算有一半的时间或者更多的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还是能赢,这个发现会给你增加一个预示乐观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个经常被忽略的因素。 1968年,全世界大约有三亿高中生,在这三亿人中,只有大约三百人就读于西雅图的湖滨中学。 这所学校,一位非常有远见的老师,为学生们租用了一部Teletub Model 30电脑。 这不是一台普通的电脑,它在当时非常先进,连大多数研究生都用不上。 而对于湖滨中学的一位幸运的学生来说,这将改变一切。 这位学生就是比尔·盖兹。 从三亿到三百,1968年,高中生拥有电脑的几率大约为百万分之一。 比尔·盖兹和他的同学保罗·艾伦后来共同创建了微软公司。 即使盖兹很早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智慧、勤奋和对电脑的远见, 但进入湖滨中学却让他拥有了百万分之一的领先优势。 盖兹对此并不避讳。 2005年,他在回母校时说,如果没有湖滨中学,就不会有微软。 在这个故事中,不常被提及的是这个高中电脑神童小分队的第三位成员。 肯特·艾伦斯当时和盖兹·艾伦是最好的玩伴,他一样精通电脑,一样对未来充满远见。 肯特本来很可能成为微软的创始人之一,然而这永远不会发生了。 在高中毕业前夕,一场登山事故夺走了肯特的生命。 据统计,美国高中生死于登山事故的几率约为百万分之一。 比尔·盖茨因为百万分之一的运气进入湖滨中学读书,而肯特·艾伦斯却因为百万分之一的风险而遇难, 永远不可能去实现他和盖茨励志完成的宏图伟业了。 运气和风险,这两个因素常常被人们忽略。 每一个比尔·盖茨都对应着一个肯特·艾伦斯,后者同样技术进展,充满热情。 但对他们而言,命运大转盘的指针却停在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了解成功是包括天赋和运气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复杂组合, 可以帮助我们以更谦逊的态度和更开阔的视野来对待自己的财务决策。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何谓真正的财富。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财富到底是什么? 美国女歌手雷哈娜因为过度花费几乎破产, 于是她把自己的财务顾问告上了法庭。 这名财务顾问反问道, 难道真的有必要跟你说,你要是花钱买东西, 最终就只会得到那些东西,而不是钱吗? 你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但是,我们真的都需要直接被告诫。 当多数人希望成为百万富翁时, 其实他们心里真正想的是, 我想要花一百万美元。 但这句话正是成为百万富翁的反义词。 真相是,财富不是以花钱买了多少东西, 来衡量的。 恰恰相反, 钱被花掉并换回物质的那一刻, 财富就消失了。 真正的财富不是你看到的, 而是你看不到的资产。 当你看到某个人买了一辆十万美元的名车的时候, 其实你唯一可以掌握的数据, 就是他的银行账户里少了十万美金, 或者他的负债多了十万美金, 这就是你能够知道的全部事情。 你无法知道这个人的银行账户和投资组合里的数字。 所以, 有钱和富有是有区别的, 有钱是指你当前的收入水平, 而富有指的是没有被花掉的金钱和资产。 事实上, 拥有财富的唯一方法就是不乱花钱。 所以, 当你看到一笔钱的时候, 第一反应不是怎么花它, 而是把它留下来以后能干什么, 这种心态就可以让你存下更多的钱。 如果说财富是隐而不见的, 那么它真正的价值是什么? 人们希望追求财富, 让自己更幸福。 研究表明, 比起薪水, 房子大小或职业生亡, 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才是衡量幸福感的标准。 作者认为, 幸福的关键在于, 只要你愿意, 你就能在自己喜欢的任何时候, 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做任何想做的事。 这就是财富能够带给人的最大红利, 时间自由。 以为追求金钱而不珍惜时间, 无异于往一个有漏洞的桶里灌水。 无论你倒入多少水, 它都会继续漏出。 同样, 如果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时间, 无法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那么, 无论你积累多少金钱, 也不会带来持久的幸福。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应该存钱, 学习理财的原因。 那么, 怎样的理财方法, 才是适合自己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 作者说, 合理胜过理性。 因为, 我们不是失算表, 而是活生生的人, 是个会犯错, 有感情的人。 所以, 在做投资或理财计划时, 最适合你的计划是, 能够让你晚上睡得踏实的计划。 做理财计划的时候, 追求绝对理性, 不如让你的选择合乎情理, 也就是, 你从感性层面出发, 认为这么做是舒服的, 不会因为他而失眠, 那么, 这项计划就是好的计划。 以作者自己为例, 他全款买了房, 作者自己都承认, 这从理财的角度来看,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策。 因为, 他在买房的时候, 贷款的利率很低, 一边还房贷, 一边把存款拿去投资, 其实才是最理智的, 做法, 但这种做法是他感性上抵触的, 会让他睡不踏实。 拥有自己的房子的这种稳定感, 和投资赚大钱的满足感, 如果二选一的话, 他选前者。 因此, 他家庭的金融资产结构中, 流动资金占20%, 也高于理财顾问推荐的比例。 作者这种求稳的倾向, 其实跟他的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的爸爸40岁的时候, 才读完医学院, 当上医生, 所以, 作者童年的时候, 家里非常清贫, 一家人生活很节俭, 他对待钱也很谨慎, 这种风格就一直保持到现在。 当然,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平稳的投资策略, 想要追求高回报, 不在乎是否税的踏实, 你也可以选择更激进的投资策略。 但你需要提醒自己,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万物皆有定价, 只不过有些不会写在标签上。 标普500指数在截至2018年的50年中上涨了119倍。 这也是为什么投资大师们推荐普通人买股票, 只需要买标普500指数基金, 并长期持有就好了。 但是, 你知道当股市暴跌时, 依然坚持长期持有的计划有多难吗? 作者将股市比作买一辆新车。 如果你想买车, 你有三个选择, 你可以买一辆新车, 或者买一辆二手车, 最后你也可以去偷一辆车。 新车的价格更高, 但回报也更大。 把新车想象成股票市场11%的回报率。 二手车更便宜, 但回报也更少。 二手车就像一种更安全的投资, 但每年只有4%的回报。 偷车就像是不劳而获。 99%的人都会避免去偷车, 因为后果会很严重。 然而, 说到股票市场, 人们似乎以为可以选择第三种方法, 直接从市场上偷东西。 比如, 他们会尝试各种技巧和策略, 试图在下跌前卖出, 或在上涨前买入, 以便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 获得良好的市场回报。 举个例子, 你想在30年内, 每年获得11%的回报率, 为退休做准备。 而从1950年到2019年,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年平均回报率约为11%, 然而, 在这段时间内, 市场会出现许多次的高潮和低谷。 对许多投资者来说, 巨大幅度的涨跌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他们像偷车贼那样, 以便尝试获得回报, 以便幻想着逃避随之而来的波动。 但财富之神并不青睐那些只求回报, 却不愿付出的人。 事实上, 大多数频繁买进卖出的投资者的收益表现, 是跑不过指数基金的。 在投资时, 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不仅仅是金钱, 更是波动、恐惧、怀疑、 不确定感和悔恨等情绪。 认识到成功的投资需要投资者付出相应代价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代价并不是一目了然的, 但你必须付出代价。 就像你购买任何其他产品一样。 这种心态可以让你坚持一项理财策略足够久, 最终获得长期的投资收益。 关于长期主义, 作者说要保持乐观。 乐观是一种信念, 相信随着时间过去, 即使一路上遭遇挫折, 良好结果发生的概率仍然对你有利。 如果我们说过去这几十年, 这个世界总体上是在变好的。 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 这个世界明明在变得越来越糟。 为什么大多数时候, 人们会倾向于悲观而不是乐观呢? 答案是, 好事的发生需要时间, 坏事往往是迅速突发的。 而负面的消息总是更容易夺走我们的关注。 例如, 过去50年, 医学的进步, 让美国的心脏病死亡率减少70%, 这意味着每年挽救了50万名美国人的性命。 但是这样的进步发生得如此缓慢, 所以不会像恐怖主义, 飞机失事或自然灾害这类突发的事件那么吸引关注。 一夜之间发生的悲剧很多, 但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却很少。 但从事实出发, 我们其实不必悲观。 保持理性的乐观, 值得是, 就算短期看到前路充满了坎坷, 放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来看, 相信出现积极结果的可能性, 也比出现消极结果的大。 这种心态靠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大多数人早上起床以后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更好, 更有效率地做事, 而不是想要搞破坏。 所以, 这许许多多的个体集合起来, 会汇聚成一股向好的力量。 无论是市场还是历史, 都是螺旋上升的, 未来一定是会比现在更好的。 所以, 保持乐观, 相信, 时间的力量。 至连生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